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现在! 龚俊&GXG男装,不只是一次代言 不久前GXG男装品牌官宣龚俊成为全球品牌代言人 品牌总是适时找一些文体各界的明星来 为商品做长代和短代等等来附加价值刺激消费等 本以为这次也和平时看到的代言大体上也无二致 但是作为一个外行居然看到了品牌的战略意义 感受到的品牌求变求尽的诚意 GXG是时尚男装品牌,隶属于沐上集团,现由LVHM入股 其实从GXG创立到如今蓄力再发不难看出 GXG男装品牌的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抢占先机的能力 从一开始的街边小店到入住银态 从站稳脚跟到多元化产品的设计研发 从电商红利到新零售概念的融入 从寻求资本到LVMH集团入主 从服装市场计划且同志情况下 GXG再次精准做出了市场分析和行动 所以我理解位这一次是GXG在服装市场细作的大动作 而这次大动作的精准运营策略下的第一步就是选择优质代言人 他们选择了青年演员龚俊 龚俊作为当下最具热度和商业价值的青年演员之一 他身上有着独特高贵优雅但又亲民的和煦温柔气质 特别受到社会精英曾喜爱 而他的时尚表现力更是被最大化认可 除了奢牌代言 各大一线杂志 成为中国男星RCFA开通 个人主业第一人等等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穿衣必出圈 这和GXG的青年时尚男装定位也高度契合 首先不得不说龚俊这张俊脸合穿什么都好看的身材 多件奢牌服装他展示就没的情况 再者也不得不佩服龚俊粉丝一定的购买实力和能把好东西玩出花 玩出圈的能力 比如LV牛仔蓝被誉为碎冰蓝玫瑰 时尚达人纷纷入手变成了各位龚俊 比如龚俊微博之夜穿的George Hobbit Cat春夏高定被粉丝誉为梦幻浪漫的银河补梦网 GXG和龚俊合作后 看到粉丝们纷纷冲向网络和线下给爸爸、哥哥、弟弟 孩子的衣服换上GXG标病男款女穿时候 商家也未备货不及不再逞强 而这份影响传播力就是市场销售的核心价值 是消费者对品牌认可并发酵的重要传播 这次官宣之后品牌代言声量也一度位居第一 遥遥领先 品牌代言人和短线代言不同 品牌会考虑到战略意义 会选择一个和自己品牌形象契合的明星 公众人物来进行代言达到提高声量等 一系列长远的意义 同时GXG做了更多 GXG是我们逛商场会见到的男装 随着市场的发展和竞争 如果不是极为中意和偏好 那它可能就和其他商场的品牌一样淹没在男装中 你走过路过适时挑选一下 或者你在网络上挑着挑着就不知道去了那个商家 介于GXG品牌的发展策略基础之上 和龚俊的合作就更有了战略意义 同时GXG的服装品牌宣传语为上班穿刚刚好 定位清晰可见 而这个上班穿刚刚好是面向打工人的示好 是给予都市上班族的精心选择 并不是简单的口号 在9月5日的秋冬时尚大秀上 不但有钱阿玛尼首席设计师的设计 GXG更把秀场和办公环境联系起来 打卡、电脑、打印机、目色下班等等 把产品带入实际生活场景 在快节奏的生活环境下展示了应对工作的状态 并提供了舒适、质感、易于打理的防污染、防褶皱的面料 一系列操作填补了传统男装市场没有明显标签的空白 同时在广告宣传中 龚俊作为品牌全球代言人用优异的外形条件将服装一一展示 不想太严肃、不要太随意 上班穿GXG刚刚好 好像一下子解决了男士买职业装的选择烦恼 并且看起来很帅气、很高级